哎呀 拖掉了 大家好 好久了来村里面做老哥的鱼塘钓鱼了 现在水都快干了 最深的位置就是这里了 刚刚放干了 试了一下 吃够了没甩中 已经有感觉了 估计挺大 现在河道里面的水也是这样 都快干枯了 没法掉 所以发来鱼塘这里破一下手影 拿玉米来掉 一斤多两斤 水也不怎么生 五十公分左右 差点的掉下去了 打到上面安全一点 不进锅了 还是鱼 这个比较快 过来 这条比较大多了 可以可以 继续这个位置 吐鱼 鲫鱼 换了一个蚯蚓的钓 上两条鲫鱼 有柿子这么大 这么小 感觉没有手感 还是鲫鱼 太小 这条比较大 比第一条呢 鲫鱼都还要大 这条应该有半斤 放下去就吃狗 早知道换蚯蚓来 这样上鱼都比较快 鲫鱼都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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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又来又来 好 要高 那条鲫鱼都比较快 鲫鱼都比较快 都比较快 好 便宜 非常棒 非常棒 比较快 有万种 锅头又香了 吃那么紧 不要动 它的刺非常锋利 要拿着下面这里 今晚就可以改善火石了 继续挂秋鱼来钓 罗贝要比驴好吃多了 红色的 红鲤鱼 红鲤鱼 有红鲤鱼出来 红鲤鱼吃秋鲤鱼 红鲤鱼吃秋鱼 快了 三斤多估计都有 秋鱼都吃了 应该有三斤 把它放了 这牙都不收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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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收干了 一起钓了 五条鱼 两条绿鱼 一条大罗飞 够吃 这挺重的 这条罗飞是最大的 现在还带上一条红鲤鱼 好了 今天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